各位比丘尼 各位沙咪各位沙咪各位居士大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現在這個講次 我們繼續來跟大家談到這個發菩提心念佛 上兩個講次上一個講次跟大家提到說 菩提心就一個個人來講他是怎麼樣子醞釀 其實這裡有講到一個事情就是有人受過菩薩戒的人都知道 他說菩薩戒不能捨來講到這種事情 其實什麼戒都是可以捨的沒有說不能捨的 其實那是講錯的菩薩戒他不會自動捨的意思是這樣 像比丘戒三規一 從三規五戒八觀哉戒 像這種通在家居士通出家人的這種戒律呢 他基本上是當生有效的 就是說你做比丘 你往生的時候呢 你的什麼呢 你的戒體就沒有了 那受五戒呢也是這樣 戒體就沒有了 八觀哉戒一復如是 是這樣 那什麼叫戒體 這就是要提到 要跟大家談這個 發菩提心念佛 就要談一個戒體的概念 這是以前在淨土法門當中我們不會提到的 但是呢現在要提到 這事情是很很特殊的 我們知道有些深傳 深的傳記 我們會看到他這樣記載 記載怎樣呢 記載說 這個 譬如說最有名的就是那個傅大士 唐朝啊 他說應該唐朝人 傅大士 傅大士呢 他出生以來 他家裡其實家庭環境不錯 然後就做了一些 他也去參禪 那一直到他修到某一個時候 四十多歲五十幾歲的樣子 他有一天在河邊 他可能在參禪 心很靜還是怎麼樣 他在河邊這樣看 就看到他自己的 那個河裡頭的宿命 就是河 河面上很平啊 水便很平啊 那就像一個鏡子一樣 就看到自己的宿命 看到自己的宿命之後呢 我都沒記錯的話 他是看完了之後 他就把家人的 所有家人都渡了 都渡去出家 好厲害喔 他有辦法這樣 渡完了之後呢 他把他的財產 全部集中在一條船上面 財產經營珠寶這一類的財產 都變現了給人的送人的 好像沒有 他就這些財產這樣 就放在船的中央 然後就把船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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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到正中央 他就到另外一條船上 就把這個船給弄沉 就整個船沉下去這樣 那姑且不論說行菩薩道 是不是要這樣做 我們不談這樣子 我們談的就是說 他怎麼變化這麼快 那他能夠渡化他家人呢 一定也是說了些什麼話 他才有辦法把他家人都給渡 渡去出家 那甚至於有可能 他讓他家人也 了知宿命都有可能 講到的了知宿命 台灣人有時候是一個 台灣或者華人環境 有時候是一個 比較這個男性主義的社會 那有些做太太的人呢 他就 一生也不知道什麼叫愛情 他就是被指定婚姻 在華人的文化裡早年這樣 可是好吧 他就婚姻當中 但是婚姻總是有期許的 人相處總是不能太糟糕的 但是有時候遇到很糟糕的情況 他就有時候會去算命 那早年的那個算命先 他們是有自己的修養 就好像醫生 華人的醫生就是漢醫 他也要有自己的修養 因為他是用把脈 把脈是要以心讀心 所以有些中醫師他就 他講的含蓄 心情放輕鬆 不要太焦慮 他會這樣講講兩下子 其實可能那個老中醫 搞不好他知道你更多 甚至知道你這個人很撐心 很怎麼樣 甚至做了什麼壞事 產生什麼脈象都有可能 因為身心是互轉的 但是他不會講那麼白 不會講 現在人比較不懂這個道理 他不會講那麼白 淡淡的這樣講 其實他是用心在讀心的 你要讀懂這個 但是那個脈象很複雜 靠經驗也靠天賦 天賦就是過去式的因緣 這樣 類似這種情況 醫生能這樣 算命先也有這種因緣 但是在算命很短 一式 兩式 三式 或五 六式 或者近幾次這樣 而且單一事件 他也只能夠知道 你跟他過去什麼關係 這樣而已 還有更有的原因 更近的原因 怎麼樣他不知道 但常常這樣算命的時候 他就可以跟你講 啊 你就過去是 你是他什麼人啊 所以你欠他命啊 或者你欠他的債 所以他把你叫什麼回答 照三餐打 就 這也沒辦法啦 以前你打人家嘛 欸 講一講呢 這個 這個媽媽 這個太太就 怎麼樣 就坦然多了 對不對 他就願意接受這個事情 那這個在佛教來講 不是沒有理由 確實是有過去的因緣嘛 那算命 算命當然也是有 為什麼 因為命是有痕跡的嘛 命跟運 運是未來 命是過去 命定 過去命定 未來 以運 運就是自由意志 去運作它 去運作它 是這樣 那所以說 當然我跟這個人 有一個什麼很特殊的關係 這一定是過去有什麼樣子的因緣嘛 那算命當然也可以從你的生命結構當中 八字當中 導算過來說 啊 是怎樣 這不是說沒有 但不好是為什麼呢 不要這樣做是為什麼 因為他單點知道 而且知一不知二 往往告訴你的這個原因 但更多的原因並不清楚 那就把因果關係僵化了 僵化了 比如說你騎著 事實上互相欠來欠去的 騎著 難不成我就不能改嗎 當然還是可以改啊 但是 算命一算成這樣的時候 你就 你就下意識裡頭被這個 過去的影像鎖定 你的八字意識裡頭就被它鎖定 你就不敢超越 就不敢超越 是這樣 那這樣當然不好 所以佛教不主張這樣 但佛教事實上是看過 他會看宿命的 他會 但是他不主張 也不用這個方法 至少顯教當中呢 也不主張書家人做這個事 他說那是邪命 所以說你就修你自己就好 那這樣的話那就 可是呢 明明傳記裡頭就會有寫到 像這龐居士這樣的人 還是副居士也有 都有這種 這種因緣 了知素式因緣 這樣 法華經上也出現了這樣子 有沒有 世尊為阿難尊者跟羅侯羅尊者 這個授記的時候 他就說 過去九元節一來 他是就是 聽經文法啦 他就是好於多聞啦 那做什麼 阿難尊 因為如此了知宿命而身心安穩下來 他也被佛授記說成佛了 他就不會怨啦 法華會上其實也隱藏著 這樣子一個 一個了知宿命的概念 所以今天就要來跟大家談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談 發菩提心喔 其實是一定跟宿命有關 那怎麼講呢 就從戒律講起 這個戒法呀 有最簡單的戒就是 一般不明他為戒 但是他具有戒的內涵 第一項就是 三歸一 三歸一你看 弟子牟甲 靜行色歸一佛兩族尊 歸一法律尊 歸一身重中尊 如來至尊等正覺 是我至尊 然後接著就宣誓 宣誓什麼 弟子牟甲 歸一佛境 歸一法境 歸一身境 靜行色不在 不歸一天魔外道 你看他 他宣誓不歸一天魔外道 不歸一外道典籍 不歸一這個 外道途中 你看他講了三個不歸一 歸一什麼 而不歸一什麼 其實這就是 有作為有不作為 這就是戒的概念 他也是一種心體 一種心體 但是呢 他是靜行獸 他講明啦 我是靜行獸 靜行獸 靜行獸就是我這一輩子 懂嗎 那下輩子呢 下輩子 沒有說 三歸五戒 八觀賽節更別提了 八觀賽節更別提了 八觀賽節是一日一夜而已 所以才要每天受 對吧 靜一夜分 靜明天的夜分靜 八觀賽節就沒有了 所以為什麼天天給你受 因為他原念就是一天一夜啊 他可以重新再思考 第二天要不要受 理論上是這樣 三歸五戒也是這樣 所以他有一個日期的 就靜行獸 但是呢 一般人很少提到這件事情 跟你講戒的戒師 有時候也不會太在意這件事情 你知道登菩薩戒壇的時候 是怎樣去登的嗎 登菩薩戒壇的時候沒有時間段 他只有代為宣告 比如說登菩薩戒 在漢傳佛教的小秤律師們 最有名的南山律師的著作裡頭 並沒有說明怎麼樣子受菩薩戒 受菩薩戒最早提出方法了 基於經底而提出方法了 不是別人 就是天台中的祖師 會師大師 現在受菩薩戒標準就是官方受法 就是所謂佛教會啦 甚至於這個我們這個 新年長老這樣子佛教會系統的 其實也都是用的 用的是會師大師的傳戒方法 這在研究戒律的當今這個時代 很少要去在意這個事情 那麼在二十多年前 我還在南普陀的時候 那麼廣化律師要傳一個六個月的戒 我是因為這樣才去的 那我去的時候還沒有接教務場 那麼就要重新把它那個 寶華山的那個戒文 那個傳戒戒文 重新改編 重新擬 到現在 等念詩在受的那個比丘戒 其實差不多也是我們當時擬的 那個原型 有點稍微加減一下 這樣 那時候我們重新把它改 那那個時候是廣化和尚 要我們說再看一下之後再修改 然後慢慢的又有幾次修改這樣 好 那這個時候呢就有 研究戒律的律師 就不用說誰了 那麼就來 當然古行律師也在 他那個會議他沒有在那裡 就是一個不正式的會議 就坐在那裡聊起來了 聊著聊著他就說 他就告訴我 他問我 他就有點疑惑 他說你在編這個菩薩界 德界的這個內容 可是問題是 怎麼會有幾個不一樣的條文 為什麼會念成這樣 那那個時候當然 剛好我知道 那我就跟他解釋 我說菩薩界是玄德 玄德什麼意思 釋迦佛已經入面了 但我一樣能夠在他面前受菩薩界 玄的意思就是沒有直接的意思 遙遠的這樣從他那邊得 戒是要從人 從一個對象中得過來 什麼意思啊 戒是一種怨 怨要從你 你也受過這個怨 我在你面前 也發同樣的怨 然後他觀察你 因為他有資格觀察你 因為他跟你 他比你早發這個怨 發這個菩薩怨這樣 所以你必須從他那裡得 比丘戒就最明顯 比丘戒以下 三規 五戒 八觀哉戒 比丘戒 沙咪戒 都一樣 綠點上明白寫的 律師 得戒而上不獻錢 戒指不得戒 就是得戒而上藏起來了 或者你沒看到 或者怎麼樣 或者托人代理 理論上不可以 我是你的得戒而上 我就非得坐在那裡不可 讓你看到我啊 為什麼 因為代理 這個戒體不可能代理啊 懂嗎 戒體是一種怨心啊 你有發怨是發這個怨 你發怨 他有發怨是他發怨呢 這怎麼能夠互相取代呢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 他現前是什麼意思啊 現前是我們心心相應啊 你發怨我知道 我也觀察你可以發這個怨 我必須眼耳鼻舌 都對你了解才可以的 所以戒指必須現前 我們不是在講戒啊 我要跟你講發菩提心 你說菩提心 你需要講這麼遠 有 很多佛法的道理 它是互相通的 你必須把它 橫面把它擴大了 廣面了它收回來 你就會顛覆不破 我為了要讓你們知道說 發菩提心念佛真的是有 真的是顛覆不破的 你本來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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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此呢 講回來就是 菩薩戒以外的所有戒 通通是戒指要現前 你去對他說明 然後他觀察你 然後說你可以 這樣你才能得戒 可是呢 菩薩戒不是這樣 菩薩戒根據惠師大師 他說你的 那個你的當然不是他自己的 那其實是在 梵網菩 梵網經裡頭有 有這樣的文 但他看出來了 看出來就把他 他就把他 怎麼樣 把他儀式化 儀鬼化 可是後人 他並沒有註解說 他為什麼儀鬼這樣寫 他並沒有這樣說 他並沒有教導 那後來就一代傳一代 你看看喔 從魏晉 南北朝的 宋齊良辰 齊前後 是惠師大師時代 那幾個朝代很短 北齊 他是 孫鑽山他說北齊的人 所以距離現在 就差不多 一千五百年以上 將近六百年這樣 這麼久喔 漢傳佛教 就一直用他這個儀鬼 到現在還是用 可是研究戒律的法師都還會疑惑 不過你可以想像得到 他有多麼的隱藏這些道理 那 我為什麼會知道 我不太知道 我為什麼會知道 但我就是後來知道 但我也解釋給他聽 後來大家都沒意義了 就表示這個意見在台灣 或者在中國 漢傳佛教裡的 大家是統一看法 但是知不知道這理由 那就不一定 菩薩戒是可以玄德 他是例外 玄德就是釋迦佛那邊的 而且他有三思 就是受你的人 本尊 我是菩薩戒的持有者 我受給你 這叫本尊 還有一位是結摩和尚 結摩和尚就是怎樣子呢 專門考核你能不能得戒的 這樣叫結摩 那另外一個叫教授和尚 是教導你怎麼去得戒的 教導你的 叫教授和尚 這兩位其實 本身並不傳戒體給你 是那個得戒和尚傳戒體給你 那好啦 那麼這兩個人呢 在受菩薩戒的時候 這兩個職位也存在 你知道是誰嗎 在受菩薩戒的時候 這兩位得戒的是誰 你的得戒 菩薩戒得戒的人是誰 玄德的喔 釋迦佛 你沒看到他喔 你沒有真正看過這個人喔 這位 不能講這個人 這尊 這尊佛 你沒有真正看到 得戒和尚 你的得戒和尚是釋迦佛 那麼你的教授 你的結摩和尚 這二師 第二師 有三師啊 第二師 像我去我去戒場 我是擔任第三師 就是三師和尚中的第三師 三師和尚中的第三師 三師和尚是很尊貴的 在漢傳佛教也講是很尊貴的 就是讓你能做比丘的和尚 這三位 第二位呢 就是結摩師 你叫做誰嗎 文書菩薩 他是文書菩薩 那第三位就是所謂的教授和尚 教授和尚是誰 彌勒菩薩 彌勒菩薩 哪一尊你見過 所以他是玄德 他是玄德 然後那個文呢 重點來了 這個文 那個文呢 是這樣講 這個 我什麼什麼菩薩 比如說我宣告 我跪在那裡 其他要得戒的人呢 通通在旁邊 你們要得戒 那個秉戒和尚 三位 也是三位 但這三位呢 沒有太大的意義啊 但是有時候也會比赴一下 就是秉戒德戒和尚 秉戒教授和尚 秉戒節目和尚 秉戒教授和尚 其實它沒有作用 沒有什麼太大作用 什麼叫秉戒 秉就是秉報的意思 秉報 秉戒是什麼意思啊 就秉報 對三師 你真正要得的那個三師 釋迦佛啦 文書彌勒 這三 一尊佛兩位菩薩啊 秉 秉告 你們 現在的諸位 他會唸名字喔 會唸名字 會一一唸名字 唸完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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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唸了名字 你要站起來 跪以拜一下這樣 有時候只唸一次 有時候是唸兩次 唸三次當中 第一次全唸 第二次唸一半 另外一位師父再唸一半這樣 當然也有那個三次全唸 你就要拜三次這樣 禀報什麼 禀我得戒合 我菩薩 某某 我法上菩薩 那麼禀有呢 什麼什麼菩薩 什麼什麼菩薩 就講你們 這些得戒的人啊 旁邊得戒的人 發菩提心啊 如何這般 進未來進 未遇行菩薩道 那麼呢 求 釋迦佛呢 就是 授予 這樣的人 菩薩戒 注意啊 他裡頭的文是 進未來進 聽懂嗎 是這樣 所以他就不是 進行授 進行授 就說死了就沒有了 對吧 所以你們授菩薩戒的人是怎樣 那問題來了 那沒授菩薩戒的人 那是怎麼回事 你不用擔心怎麼回事 不受菩薩戒會坐在這裡 都會有一回事 是怎麼講呢 我剛剛不講嗎 這個 這個傅大士他自己呢 看那個 看那個水裡的那個宿命 他就完全恢復了他記憶 他過去的宿命 他就能夠這樣捨捨捨捨 一夜之間的事而已 那 這是什麼關係啊 這是因為 過去溯源所發的心 當年就跟諸位一樣 叫做發進未來祭 所以菩薩戒之所以說不能捨 那個不是叫不能捨 是說你本來就不想捨 我當時登 你們當時登壇 也對 也可以叫做登壇 登壇要受菩薩戒說 本來秉戒合上就說 某某人 進未來進行菩薩道 這樣懂嗎 所以當中就不用捨了 為什麼說你不想捨 因為你如果想捨 你如果想要捨菩薩戒 就不會捨給你菩薩戒 菩薩戒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那就是你 你不會想捨的 為什麼 你會想捨 那你的菩薩心就不堅固嘛 這樣聽懂嗎 有那種菩薩做一半 然後說現在我不幹了 我不會做菩薩了 觀音菩薩說 您這眾行啊 眾行啊 在後面拉高音 您這眾行啊很難捨 不會啊 要去生父啦 不會捨啊 講完呢 有這樣嗎 菩薩之所以是菩薩就是 你怎麼會努 他都是做菩薩 怎麼努的聽懂嗎 哇 這個很難翻 你怎麼盧他 盧也是台語 你怎麼腦亂他 頭目腦髓 你跟他要了 他還是行菩薩道 所以不捨的呀 是這個樣子的呀 所以他不會捨 好 那不會捨 所以所謂說菩薩界不能捨 被講成這樣子 其實不太 倒因為果啦 要真捨有沒有 有 菩薩界裡頭還有講到說 退師菩提心者是 是犯戒 那可見 菩薩界是 會被凡夫捨掉的呀 這樣聽懂嗎 是會捨得掉的 你我就會捨得掉 不是捨 那個其實不叫捨 那叫退心 那你說他不能捨嗎 在某的意義上還真是不能捨 什麼意思 我問你 你如果要活命 欸 剁一根小指頭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有人要出家 他娘不讓他出家 你愛我 好 可以 我剁一根小指頭 讓你留著匹匹 我要去出家 我算我還你 他娘嚇壞了 我認識一個比丘 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 他當時恐嚇他娘 大家盡量學著啊 我已經在教你方法了 恐嚇他娘說 你你這麼愛我 那沒關係啊 我剁一根指頭還你 我學那個挪詐 我還你 他娘真的把刀子拿來 那我問他說 當時你是真的來講 他說他當時想很久 他絕對真的 哇 這是發大心 他出家意志太堅固了 所以這個人就看起來 就是比較有道心 我就跟他聊起來 就是聊得滿愉快的 就是這樣 現在 他跟我上下歲數啊這樣 在住埔里 我在埔里住山的時候 遇了很多這些怪人 那好 那麼 他就兼顧 要去出家 同樣道理 菩薩戒齁 曾經發過菩薩怨的人 菩薩怨心的人 他捨啊 注意聽啊 重點來了 他的所謂捨 菩薩戒流有所謂 退屍菩提心 那個退屍 那不叫捨 退屍而已 你看啊 誰能夠退屍 一定要受過菩薩戒的 才有得退屍嘛 那沒受過菩薩戒 哪有什麼退屍啊 對不對 這樣就很容易懂 對吧 可是注意聽 他講退屍 他不講捨菩薩戒 他說你會犯戒 犯一條小罪 菩薩 菩薩戒當中犯一條小菩薩戒 哪一條小的 那個 以前有個長老他講說 那是大戒 他記錯了 那叫做嚴重 但不算大戒 他不是那個六重四十八 六重二十八 或者是十重四十八當中的十重戒 不是 退屍菩提心不是 在第幾條啊 那不是 但是呢 他講退屍 他不講捨 有沒有注意聽 這關鍵在這裡啊 他不能講 他不講捨 他講退屍 從這個角度說 就應驗了所謂菩薩戒不能捨 來怎麼說呢 我問你喔 你如果要活命 剁一根手指活得了嘛 對不對 他說你如果你要活命 剁一顆心臟活得了活不了 活得了活不了 你活命跟心臟是合為一體的 對吧 人工心臟不要跟我談啦 我在講一般狀態 這是一個比喻嘛 是的 請問喔 你被娘出生了 你跟你娘的關係不好 你能不能捨掉你娘 就是感情上捨而已嘛 他做過你娘 懷胎十個月這個事實 有沒有辦法改變 不能改變 這個娘好或壞啦 隨你說啦 有娘是惡娘耶 有沒有 完成這一組來說 有啊 有啊 但他懷胎過你的事實 是改變不了的 對吧 這兩個事情 你知道的 菩薩戒他不講 他不講捨 他講退屍 是指的 你現前這一面 煩惱興起了 你遮葬你自己 所以你說 我不再行菩薩道 我不發菩提心了 我把菩提心退屍掉了 但捨不掉 為什麼呢 因為 他是掌揚你生命中的一切 菩提心就是什麼呢 就是 放蒙山的時候 裡頭呢 有這麼一個叫做 金剛寶劍 那個金剛 金剛就不壞了 圓融的金剛寶劍 那是法界圓融心體 那是你內在的心體 永遠不壞 也丟不掉 但 會被你的煩惱遮障 所以就怎麼樣 叫退屍 退屍 是退的意思 我行動上退 我的意志上屍 但我沒有捨 我沒辦法死 因爲什麼 因爲 它就是我生命的全部 實相 它就是實相 菩提心是實相 實相就像虛空一樣 虛空丟不掉的呀 這樣聽懂嗎 所以這樣講 才叫做菩薩戒不能捨 那說 哦 好恐怖哦 那受了一次菩薩戒就要永遠 第一個 受登壇的時候沒有講盡行受 是講盡未來際 這件事情就蠻恐怖的 就要永遠了 你知道嗎 有的那個夫妻 先生問太太說 要不要下輩子去嫁給我 想都沒想都不要 那女的問男 男的問女的 有時候都會這樣講 為什麼呢 我換換口味不行嗎 為什麼一定要你 凡夫嘛顛倒 但是 菩提心 菩提心 沒得患 不是他霸道 不是 是因為 菩提心如虛空 不可捨 虛空能捨嗎 不能捨 就是這樣 所以他在唯一一佛稱 道理在這裡 所以從戒律來講 你我累劫以來 只要一次 受過一次菩薩戒 那就要喚醒那個實相 的怨心 其實一定有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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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講 就無量劫以來 你的實相 是永遠無始無終的 無明是無始有終 有終 終的時候就成佛了嘛 無明嘛 有終 終就終了 他就成佛 但是實相是無始無終 沒有開始也沒有終了 他就是生命的唯一 相 叫做實相 這個實相 恰恰就是菩提心 他另外一個表真 或者他的一個樣貌 實相無相 無不相 無不相 就沒有任何一個相 都是他菩提心 都是他實相的相 其中有一個相 是最真實的 本質 那就是菩提心界 菩提心 菩提心 因為生起了 所以有所為 有所不為 能有所精進 能有所警策 這叫做進 這叫做菩提心界 也就是說 當你從實相當中看到了 我與一切眾生 無二無別 身心無二無別 我們常常拜佛華 上面上面不是有這樣的嗎 我與一切眾生 身心無二無別嗎 乃至與眾生都無二無別 更何況與諸佛更是無二無別 我們唸奧密陀佛佛的聖號 也是這樣的 能唸所唸 是無二無別的 這都是菩提心的實體 就是實相體 那這樣講起來是什麼概念 也就是說 諸位 無量節以來 從理體來說 實相永遠在我們身上 而實相的本質 會顯現出一種心念 那就是菩提心念 什麼叫菩提心呢 上求佛道 下化眾生 沒講成佛 求佛道 是為了化眾生 就這樣而已 這樣聽懂嗎 沒有講說 上求佛道 下化眾生 以成佛 也沒有 那沒有啊 法華經不是講嗎 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嗎 不就這樣嗎 那是在講理體 理體也就是說 眾生 每一位眾生 都在那個佛性見中 被我度化 他就能顯現那個佛性 叫做皆共成佛道 他不是說皆共成佛陀 他也沒這樣講 佛道 覺悟之道 那個是翻譯的 覺悟之道 你的本質就是覺悟 所以 諸位啊 菩提心體是你本具 所以捨不掉 你受戒 只是用一個儀式 喚醒這個本具的佛性而已 什麼叫菩提心 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為化眾生故以求佛道 是為化眾生 那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從世俗菩提心說 就凡夫來講 因為凡夫知苦求樂 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啊 他也漸漸知道 其他人也知苦求樂 有沒有 也知苦 也知道苦啊 那知道苦很苦嘛 那是想想求樂 本來他的苦是他的事 我都那麼苦了 我顧不了他 這是凡夫相 慢慢地求佛道之後 你會發現 我的苦很大部分 99.9%是因為別人苦 我才會苦 慢慢地從因果當中看是這樣 漸漸從實相上來看 會發現說 原來我的苦是假的 他們的苦才是真的 後來再繼續看 原來我的苦是假 他們的苦固然是假 但是呢 他們認真了 就眾生認真了 那我就得去度他 度他也 度一切眾生 無一眾生可度 金剛金不講嗎 為什麼 因為都是假的咪 是不是 可是呢 要如幻地讓他醒來 這個時候 你會不止地 不止地 為利益眾生故 而行佛道 這樣聽懂嗎 是這樣 這是你本具 本具 不是我要你做的 菩提心 發菩提心是你本具的 那你說我沒有發呀 那叫做退私而已 你沒有丟掉 聽懂沒有 你沒有丟掉 所以法華會上 怎麼樣 授記一切眾生 皆共成佛 你一時退掉 擔心什麼 所以小乘戒 有那個犯戒 要滅病的 還俗 但是大乘戒 沒有哪一條戒 你犯了不能解決 他都給你希望 為什麼 你是未來佛啊 怎麼可能因為眼前的退私 然後就犯戒 這樣就斬斷你的覺悟成佛之路 不可能斬得斷啊 你本質是佛 我怎麼斬得斷你 讓你不成佛呢 不可能啊 所以他大乘法 自然就能夠 斬一切罪 最有名的就是金光明燦法 裡頭提到 後來他也 傳出了 所謂摘天 就是金光明燦法的前行 秋福報 這樣子 都在天台中的教法裡 你看天台中影響中國佛教多深 多深 就不研究天台 你幾乎不知道中國佛教長什麼樣 因為都被他用 都被其他教派拿去用 用用用 就沒有人解釋他了 你看啊 所以剛剛我們是動用了戒律的概念 傳統戒律的概念來解釋 這個念佛法門中的發菩提基念佛 念佛 因為你勢必要這樣做 不要怕 真的不要怕 好不好 今天就跟你講到這 我剛從台北趕回來 差點趕不回來 我看的那個嘉義的車子已經趕不回來 差三分鐘 我為了要趕那個三分鐘 你知道我在捷運幹什麼 做運動 偷偷做運動 因為太久沒跑步了 我又背得好重 三一 波 還有兩個水瓶 擋得好 還有兩顆 什麼 什麼 充電器 擋得 很久 跑那個樓梯跑到兩下 哎呀 腿怎麼是抽筋起來了 我就在捷運當的運動 One more two more 這樣 弄了弄一看 剩下兩分鐘 台北車站捷運下來要到高鐵 那要跑三百 三百米才會倒得到 如果那麼多人你怎麼跑啊 我出家人又不能跑 他就算了 西北動作瓦貝衣 什麼都沒有了 沒辦法就走進去 走進去看 怎麼有一台車 原來我習慣到嘉義下車嘛 那還有一台還有一班車 這次要台南下車 嘉義不下車 更早回來 這一點 所以主動要講這句話 剛好要跟大家講這個 我今天是去 那個 達埃喇嘛他那個 糾集台灣的五百個道場 都是密教的 好多喔 說要在五月一號講 講心經 對替世界求福祈福 他希望有漢傳佛教的師父 也去那裡呢 表示說支持這樣子 然後與人為善 那這些師父們 明天後天 後天會來我們萬佛寺 在圓通殿那裡 起雨 我們念婆也要起雨 然後她在上面起雨 現在就變成顯密都在休 同一天 然後跟我們一起過堂吃飯 他原則上會糾集 預先本來是說三十位 那現在看幾位 我不知道 我看一下 他回復我了 他回復我看是幾位 那那幾位會跟我們一起過堂 到時候大家再稍微調一下 稍微調一下這樣子 還沒有問好 他們還在找 好 那就這樣 所以遇到的 我們也不要去隨便跟人家打招呼 人家也可以用功 懂嗎 我們用我們的功 人家用他們的功 道人要這樣相見才有意思 懂嗎 要拌弱就不意思了 好不好 就這樣 好 我們準備大迴向